好 那我們這邊先跟老師再插播一個這個Clip Image 線上去背的服務 事實上我們常常會需要有一點事情就是怎麼樣 把照片也好啊 比如說猴子啊 這個啊 我想把它拿出來 請問老師要怎麼拿出來 一般我們會想到用軟體對不對 比如說可能有想到Photoshop啦Photoshop啦 之類的 不過呢 有點累 那怎麼辦 有沒有比較好的方法 比如說像這隻貓 這個我已經去過了 您進去之後他會有一個教學 有一個教學 先不管他 好 你看 隨便畫畫有沒有拿出來 我很不認真哦 對 這個網站我一定要強調不要太認真 不要太認真 上課人長老師叫你不要太認真了對不對 你看我隨便畫畫有沒有 有沒有 所以 我現在馬上做一個 我們來給各位老師參科畫買 請問你想要去什麼關鍵字 我們來找找看 你要什麼關鍵字的 給老師指定題目 給老師指定題目 什麼 專門字 什麼 專門字 好 所以 還好不是你阿輝 哈哈 你再拿一隻 你要哪一隻 這一隻好不好 可以嗎 這個也蠻大的 這是YouTuber帳篷畫面 老師要這個的話 稍微留意一下 你不要直接抓這一張 因為這一張是比較小的 你要的話 一定要按什麼 查看圖片 才是他上面顯示這個尺寸 第二個 如果你覺得尺寸不夠大 不能太大 你要會就是點按這裡 因為點按這邊 他會找這張照片 跟其他不同的尺寸 給你看 有看到了吧 有沒有 那我們先找這個800多的好了 或者1024這個也可以 好 我就把這個 記得要查看喔 不要直接從這邊存 有沒有 這樣是比較大張的 好 我把它存下來 好 來了 OK 這個也直接用中文就好了 好了 存了好了 那現在呢 這個我回去 我從這邊 沒有兩種方法 一個是直接從這裡選檔案 另外我就把它拖曳進來 好 我就從這邊來拖曳進來就好了 OK 在這裡 看到了 直接把它拉進來 這樣 可以嗎 這樣人性化一點嗎 所以老師 你要哪一種方法 沒有關係 OK 現在呢 怎麼辦 您看左上角 有沒有三隻筆 要的用綠色的 不要的用紅色的 畫錯用橡皮擦 然後橡皮擦的大小 這樣沒問題了 所以我們現在呢 來看一下喔 OK齁 那我現在呢 告訴他我要的是這裡 對不對 這樣 你有慶菜嗎 不要的在哪裡 這個我先關掉齁 不要的 這裡嗎 這裡嗎 這裡 你看右手邊 這樣有沒有很認真 沒有呢 我都隨便亂做喔 對不對 那這裡面你怎麼發現 喔這裡 你看用滾輪放大縮小齁 齁 你就不用在這裡按了 有沒有發現他幫我去比較多 怎麼辦 告訴他 請你這裡不要給我亂用喔 這是我的名樣喔 你把它點一下 他會幫你再算出去有沒有 你看 等一下他就自己做啦 你幹嘛做那麼辛苦 對不對 但是各位老師有沒有發現到 我在做的時候 我都不是畫在邊緣上喔 你看這裡不OK的 告訴他 媽媽腳腳這裡 把它弄掉 簡單嘛齁 拉過來 這裡不要 弄掉 好 請問這一 怎麼辦 你可以直接還原 也可以重新再加回來 好 比如說這樣太多了 你就加回來 事實上 如果你會發現這樣點了太多 你也可以把底刷變小 因為底刷變小 它影響剛好會變少 好 所以你在這邊 我在這邊 告訴他 讓他一點點比較好 有沒有 比如說要小一點 是影響剛好就少一點 這又太多了 好 再還原一下 這樣你大概了解了齁 這很重要啊 再還原一個 還原還原嗎 好 好 差不多到這邊齁 那我這邊呢 萬一我畫錯了 就是用這個塗掉就好 那你在做這個時候 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不要把它塗在邊緣上 因為傳統上我們要抓東西 都是在邊緣上直接畫 可是你會發現 我都沒有畫在邊緣 我都是畫在 要嘛追在裡面 要嘛追在外面 因為這樣的話 他才會抓得最準 好 像這裡 有沒有 這裡點一下 你看我是不是點一下就好了 不一定要脫意的 點一下 他就可以很清楚的判斷 事實上當然 如果說你一定要做得很準很準的 記得一定要放大 因為放大的時候 他會 是不是看得更清楚 有沒有 你會有說 太小的時候 他這個範圍 也許就可能會因為怎麼樣 你太小他做的就相對比較差 另外一個情形就是 照片的解析度不要太差 如果你真的太小這樣 他本來就是模糊 所以做出來就差不多 這樣有剛剛齁 剛剛做完之後搖蛋 直接下的 當然這裡齁 這裡不要齁 如果你這裡也不要的話 你可以把它清掉齁 最好 直接從這邊下載 當作 事實上最重要是 老師要知道這種圖片格式 因為這叫PMG PMG的格式 他可以帶所謂的透明度 也就是我剛剛去背好了 那個透明度會留下來 會留下來齁 所以我現在去好了之後 你看齁 你想要一定要睡在哪裡 換早 所以在這裡嘛 對不對 你就找一個啊 假設這一個 我就把它一樣查看圖片 好假設在這邊 很傳統的把它存下來 OK 這個現在其實老師 就可以搭配你的影像處理軟體 當我已經去背完之後 就可以放在哪裡 你的簡報裡面來用 好 簡報裡面也可以 那我這邊我先用這個Folotab給老師做傳卡 好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我這邊做好了 床 嬰兒床 好丟進來 誒 剛剛那一張不能直接再丟 要從這邊 有沒有 照片物件齁 Folotab老師都有用過對不對 沒有 放進來了 有沒有 在這邊 對 不過這裡不好的 因為他這張圖是結蛋 所以他講話 比較喜歡抓那個完整的 好完整的齁 像這樣就 效果就比較差 就只好放這裡 有區費跟沒有 區費真的差很多 真的齁 那我們剛剛講齁 就是發現 學校這個 我們版本上比較舊 沒有關係 您到我們的這個免費軟體裡面齁 免費軟體1 應該是1裡面 在這裡 有沒有個Google的 有看到嗎 連按照的 直接帶回家就可以用 點開來 直接點它 就可以打開你的Google 流氧器了 這樣子 你就不用擔心 剛剛那個不行了 你看打開 Clipping Magic Clipping Magic 有沒有 直接過去了 可以嗎 找到你的免費軟體1 請老師稍微來試看看 真的一個蠻不錯的 雲端服務 那當然 您要說 最簡單的區費就是 你要的物件跟背景 是比較分離的 相對區費效果比較好 如果說改個顏色很接近 或者像頭髮一樣 比較混雜在一起的 可能只要花一點點時間 發大發去的很漂亮 一般來講 您盡量找那個前景跟背景差異比較大的 會比較容易用 這個是屬於療癒系的 對不對 黃色夾拉你要哪一支 這一支也可以 像這一支 剛剛我有看到老師去 事實上 它有個好處就是 它跟旁邊都分得很開 對不對 顏色分得很清楚 所以這個很好去 這個最簡單 我已經去好了 好啦 假設 假設要這一支的話 我把它點一下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因為這支比較小張 所以他會點這個 你看有沒有找到大張的 嗯 這很重要 你一定要會跑 好 不要加這一張 要查看照片這一張才是大張的 好 這樣你就可以把它另存下來 好 把它存起來之後 在這邊 關起來 那你如果做完了 可以直接先插插 直接按個插插把它弄掉之後 你再來選 好 我直接用拖曳的就好 好 在這邊 抓進來 丟上來 所以這個你走到哪裡都可以用 因為不需要軟體嘛 所以很快 你看 那剛剛其實有稍微看一下老師在去背的使用情形 大家會失敗的 或者說你覺得去的效果不好都是太認真的 只有不認真的同學才可以過關 你看這樣這個 我要的 這個 所以我就畫在裡面 你看 就這樣而已 不要的 在外面 這裡不要 有沒有 你放完就稍微等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網路速度沒有很快的話 太多了 Lock一下 對不對 那這時候其實你最好放大一點 放大一點 你看怎麼在這邊 你也不見得要塗的 點一下也可以 好 這邊超過了 麻煩你這裡我也要 就下來了 這邊還有不OK的 再跟它點一下 這個線就比較好了 那你除了可以從這邊做 也可以從右手邊做 比如說這裡不OK 你可以點一下 它這裡會再去掉 有沒有 但是太多了 像上面這裡 像上面這邊 我把拉下來一點 這裡我要的 你就不要點太過去了 就點在這裡 所以你們有發現我都沒有碰到旁邊 我都是放在我要的範圍裡面或者外面 你在線就這樣交接點 做的話效果就不好 所以剩下這隻嘴而已 這隻嘴 大陸還會扁掉 不是嗎 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像你看到現在右手邊這裡 區背的效果應該就還算可以 就是下面這邊還要再仔細一點 再把它去掉就好 像下面這裡一點點 對不對 這樣有沒有問題 很簡單的 又好用的一個線上服務 真的要會用 今天在這裡不學到影片剪接 但是回廟會 哈哈